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Sepakak 出門在外只有聖帕斯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 會員推車 今天來到我們現場 就是说彥晨 对不对 跟我堂弟的名字一模一樣 两个字都一模一样 我們每個月吧 基本上 但也沒有偷懶的話 基本上每個月 我會從我們的會員裡面 把他們自己愛車 來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用車的辛酸值 沒有啦 不一定辛酸 用車的體驗 當然我們會員裡面也有一些 他自己沒有開車的朋友 我們也可以提供我們店面的車 讓他去選 讓他去試 所以今天來到現場是 我們彥晨自己的車 2015年的 9.5代的喜美 好那你當初這個是買新的 還是買二手的 二手的 那你開多久 大概一年左右 對一年 那當初是在車商買的 還是朋友親朋好友 算是跟網路上面的自售買家 你是從什麼FB嗎 對 那時候在社團裡面看到的 哦 社團裡面的 哦 社團裡面其實有時候這個真實度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其實有時候自售最怕買到假自售嘛 好 那我們這個為大家介紹一下 這台車你買回來到現在你有花了很多錢去整理嗎 其實還好 這台車本來剛來的時候其實離錢數是蠻低的 所以其實狀況都還算不錯 對 跑六萬而已 對 就是做一些基本的保養啊之類的 那改裝呢 改裝的話媽媽應該沒有在看吧 媽媽應該不會看 對 媽媽應該不會看 沒關係 其實也沒有花到很多 其實不到十萬 好 那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你大概改了什麼 幫我們介紹一下你的車子 首先這個9.5代 其實它的霧燈變成這種橫向的橢圓形的 對 然後我剛剛看到了 Mark是黑化 這是你黑的嗎 自己貼的 其實大燈還蠻亮的 八年的車子 這個大燈的這個明亮程度 我覺得還蠻不錯 可是這裡面怎麼會有兩個這個 它那個小燈的那個前面掉下來了 然後就一路滑進去了 對 我想把它拿出來拿不出來 那個透明的那個 對 燈泡前面透明的燈殼 它在流眼淚 掉在你的燈殼裡面 它在里里隆隆隆 你沒有把它拆下來 搖搖搖 把它搖出來 可能找個時間 找個時間要把它拿出來 白色的還蠻漂亮 而且是黑屋頂的 黑屋頂你當初買就是黑屋頂的嗎 不是 我是去烤漆的 因為我那時候如果在考慮是 要貼模還是要烤漆 可是後面覺得說就是 因為烤漆的話 我覺得光澤度來講 我覺得會比貼模再更亮一點 對 貼模有時候會有點霧霧的 來來那車頭部分你有改什麼東西 除了Mark貼黑以外 其實 下巴原來就有 下巴就是這個黑色的 對像是定風液 我們看側面它是18吋的鋁圈 哇馬牌的捏 這個算是那時候前車主已經附來給我的 我還沒有換過輪胎 你還沒換過輪胎喔 對我還沒換過輪胎 欸它這幾年的我看一下 它這好像有一段時間了 對18年的 對 有點年紀 不要那麼省好不好 這是安全的 差不多要換了 這裂了啦 不要鬧了 你要小心 你自己做技師 不要鬧啊 這個安全的要小心 這個流水燈對不對 這也是我自己換的 不過我看這個高度避震器沒有換 這是原廠的高度 所以避震器是原廠的 疊盤是原廠的 對 你不覺得這個18吋的大披薩裡面 很空虛 對看起來有點空 這還在計畫當中 而且我看到煞車皮是用我們以前的乾爹 Firodo的 讚 老乾爹 Firodo的 不用跟他站 他已經很久沒玩笑 很高了 屁股就帥了 來來來 交代一下 這四出圍管是誰弄的 這個 也是你搞的 就有一天晚上 等一下 包養送的 沒有女朋友不用這樣子 走出門的時候就 避到了一個排氣管 媽媽不會發現 她發現了 對啊 怎麼可能 回來差不多第二天吧 她就說 你怎麼排氣管變四根了 我說 媽媽會注意你排氣管幾根也是不簡單 因為那時候剛買車回來的時候 她有比較常在看我的車子 對 會注意一下 叫你亂花錢 可是 對啊 本身對車有興趣 其實花花錢也是合情合理 那這個後面的這個大包呢 這個也是我後面才改 也是你加上去的 對 尾翼是之前車主就已經有留下來給我的 這個無線尾翼 這個也是很流行的一隻尾翼 這個開車的時候看到自己屁股有個尾翼是蠻舒服的 這個燈是不是也有改過 有 所以這個都LED的 對 這都LED的 它這個是台灣做的嗎 還是說它有仿日規劃的 應該算是自己登場自己做的開模生產那一種 對 就是其實它原車的時候 它這邊是有兩根突出來的 啊 板光板喔 對 然後它的倒車燈跟霧燈也是設計在 設計在這邊的 啊 對喔 所以 是買這塊飾板直接把它拆掉 換飾板上去對不對 對 那這樣子你的倒車燈就改來這裡 對 它就是跟尾燈一起整合在一起 哦 我看到它原本就長這樣 沒有太注意看沒有太留意看的話 因為其實美規的SI它就是長這個樣子 這樣比較素比較好看 對 不過其實是這樣啊 從我們小時候改車就是這樣 就是沒有反光片要改成有反光片 啊有反光片要改成有反光片 我就要把他用掉 對對對 你像以前那個ASIO有沒有 ASIO台規啊 台規就是小反光片 然後日規就是整排都是反光片 你知道嗎 所以以前就要把它改成全部都反光片 所以這種無聊啊 沒有反光片就把它改成有反光片 啊有反光片就要小爸爸把它拿掉 哈哈哈哈 這就是改車人的無聊 自己沒有的就會想要得到它 其實有一個重點就是 要與眾不同 有自己的一個風格 對啊 來自己喜歡就好了 我覺得這種改動是這樣 不影響別人 然後自己喜歡就好 你會在停車場然後自己拍自己的車 有時候會稍微瞧個角度好看的 就拍張照紀念一下這樣 或是開到一些風景優美的地方 對對對 幫它拍幾張照片給你面一下 這個也是好像是我常常會幹的事情 有時候我停在商場地下室 我都會想拍一下 就看喔 車子很開心很帥 你看阿呆的IG也是啊 三天兩頭在拍自己的車 停在7-11門口也可以拍 停在鐵捲門前面也可以拍 不管它停在哪裡它都可以拍 我覺得這很棒啊 這愛自己車的表現 對不對 所以以後如果你交女朋友 你會一直拍你女朋友 我跟你講不需要 哈哈哈哈 它自然而然會叫你拍 光吃個飯大概要拍一百多張照片 因為要從一百多張照片 可能只能選到一張能用的 也許還有機會一張都不能用 哈哈哈哈 等了30分鐘沒有飯吃 還會被罵 對對對 差不多是這樣 其實整台車這樣素素的就很漂亮 而且其實喜美的白 有一點黃 阿呆你現在拍那個替搭 那個就很白 對不對 不一樣 對不一樣 它這個白其實有帶一點點黃 喜美的白或是Type R的白 都是帶一點點的黃色 嗯 好看一下內裝的部分 欸 平常有在打高爾夫球喔 哈哈哈哈 沒有那個 下班有時候可以練球一下 對對對 都去練習場啦對不對 好 台灣太多棒球隊 所以我就 練一下高爾夫 不用這樣講 我們就當作打高爾夫球 下班有時候會去打個幾盒球 對對對 這個方向盤蠻漂亮的 這個碳纖維的 然後有變形蟲的方向盤 這個我覺得 握起來應該蠻舒服的 然後這個門板呢 也蠻漂亮的 都沒有什麼刮傷啊 瑕疵啊 中控台 你也是用了一個閉光電 你是停外面嗎 室內車 因為閉光電一般是比較 有兩個作用啦 很多人都說那閉光電很難看 可是閉光電其實 有兩個蠻不錯的作用就是 防止你中控台被曬 那還有一個就是晚上不會反光 所以它叫閉光 晚上燈會反射在你的前檔風波裡 又造成你視線會誤拍 所以它可以減少那個視線呢 折射跟反射 內裝的部分呢 你有花了除了方向盤 我看的到的以外 你要花了什麼錢 其實就大概音響吧 音響改了什麼 主機嗎 主機而已 主機 對對對 然後 它可以藍牙連手機 可以 都可以 就沒有什麼東西 就是一些小佈置而已 安全帶的套子 安全帶的套子 頭枕 頭枕是為了要靠枕比較舒服 那你這台車 你知道你當初買的時候 有什麼呢 碰撞事故的狀況嗎 之前是看到它左後頁 它是有重新去打膠過的 真的假的 對 是有 切割 其他都沒有 對 其他部分都沒有 我來幫它鑑定一下 看你有沒有被騙 來 看一下引擎室 哇 好粗啊 舒密特 舒密特 阿妹 你知道嗎 這是阿密特 好 這是阿密特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這邊怎麼會有一個氣泡袋 這個是排氣管的閥門 它的控制盒 就是把它特別包起來 防水處理 還用氣泡袋 對 對 你這台車 你有發現有什麼生鏽的地方嗎 生鏽的地方 其實有 它的後面的後車廂 其實它之前裡面有點生鏽 那個是因為板修過 應該那個 對 那個也有關係 前面這邊 它水箱架的下面 也稍微有點 可是那個就是太裡面 喔 一點一點的 對對對 太裡面就沒有處理 邊條你有拆下來看看 裡面有沒有 喔 那倒沒有 對 然後這裡 這裡 喔 對 這裡有 對 好六萬多 而且有停車庫 你知道前一手是停車庫嗎 它也是停車庫居多 所以真的是 會秀 但是我覺得你自己的感覺 你對於生鏽這個事情 比如說車子 有一點像這樣的生鏽 你的講法是什麼 你會覺得這車很爛嗎 還是會覺得說 嗯 我會覺得說 它這個漆 處理的話 應該 可能就真的沒有處理到很好 或者它可能本身 它用料的部分 嗯 可能會比那些進口車來講 可能真的是有差啦 但其實我說真的 就 會看上這台車 基本上就是 就是不太會去看它 這些缺點 你覺得是可接受的 對 我覺得是算可以接受 而且可以處理的 對 其實有時候 這是另外一個想法 就是 其實有時候 一台車我們並不一定說 要開到它整台都 繡成粉 這有可能我們就是幾年的時間 對不對 搞不好再過幾年 欸你搞不好又 想法變了 對啊 又想換車了 對 所以 其實短時間之內 如果不要太嚴重的話 應該不至於造成 太大的困難跟危險 好啊只是發現 及早發現及早治療 可能稍微磨一下 漆面稍微 拋一下 防袖劑再點一下 再上個漆 我覺得 延後它 損壞的那個時間就好 不會 我看車頭其實完整度還蠻高的 只有這個水箱架的螺絲 這個前段有拆過 那它這個拆 其實有時候有可能是因為要 維修 維修下面的東西 那主要是說 這個水箱架是有鎖點 但是 外面這兩側的水箱架就是沒有鎖點 所以這兩側的水箱架如果有 要換就是要切 對 那中段這個 基本上螺絲拆卸是可以接受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來幫它拆一下門的膠條 我們來拆看看 看不生鏽 你有沒有拔過 有啊 欸很好啊 沒怎樣啦 不用再拆了 這樣看就可以 對啊蠻漂亮的 沒你生鏽 這果然都停車庫有差的 你覺得它隔音怎麼樣 差 你不會想蹲隔音嗎 有自己 稍微貼了置證 但是感覺還不夠 你貼哪裡 我是貼在輪弧內 哦 對對對 但是 可能覺得還不夠 可能要的話 還要在門邊的 對啦一個是封切嘛 對對對 然後可能門板下來 裡面貼嘛 我門板沒有 我也有貼 你也貼了 對對對 四個門板都貼了 對 銀色的那一種 對對對 不然那再來就剩地毯 然後翻起來 那那個銀色踏板是原本就有 還是 那個是原車 我記得是可以選配Modulo的 的一個套件 就是包含這個側裙也是 Modulo那時候 新車秀我可以選 沒秀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車廂好了 來看一下 這邊就看出來了 這邊超頻耶 完全都沒有焊點 整個完全就是 把它弄得很實木實 其實這個前陣子我才去整理過 因為 那個時候 對 因為那時候這邊 它有一條算是切割線 它是有鏽的 它是已經開始要流鏽水 然後我就 趕快去把它 難出來 所以又補土再噴是不是 對對對 那難怪這個會這麼漂亮 因為正常來講 不會做這麼漂亮 你這個應該是有在洗愛給我 你看正常是這樣 這裡都是點 有沒有 點 兩點 三點 這都是點 然後這邊要有膠 這個接封要有膠 就是正常的樣子 哇 這個抹過 比這邊還漂亮 就這塊葉子板有換過啦 對不對 我剛剛就在懷疑 我們在一兩年前有拍過一台 里程很低也是換葉子板 我剛剛想說 你會不會是買到我的車 對啊 有沒有沒有沒有 我查了一下 時間對不上 這個因為我們車是丟到那個拍賣場 會不會車廂買去 然後假裝自售 那台車我到現在都覺得可惜 我跟你講 我是因為那台車我才想開 因為我那時候不知道在堅持什麼 我就覺得這換後葉子板 我還是不要賣好了 可是其實那台車很漂亮 體質很好 就跟你這台一樣 它里程也很低 然後照顧得也很好 那就是那個葉子板換過很可惜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不開 我就把它送去拍賣掉 那時候其實 就有人留言跟我講說 小四這個 你應該可以賣賣看 有人可以接送你 對不對 搞不好你就便宜賣 搞不好有人可以接送 其實也未嘗不可 事實證明了 你雖然買了一個 有換後葉子板車 可是你照顧得很好 前車主也很少開 其實它看起來就是 還是一台很不錯的車子 只是我覺得這個重點是在於 你買的時候 誠實告知 有沒有比較便宜 有 我大概稍微在社團上面看一下 就是這台車 基本上行情大概就是在 45左右 就是浮動的區間其實不大 對 然後這台我那時候跟它買 我是最後談到38 等於差了大約7萬 可以啊 我覺得可以 這7萬回來剛好就是換成這些東西 對 對不對 其實也不錯啦 而且我覺得有時候 買車是這樣 我覺得我們重點是在於說有沒有被騙 就這樣 有時候有一個狀況是很討厭的 就是 它雖然告訴你 但是它講的避重就輕 對 其實它比較嚴重 但它講的比較沒那麼嚴重 就是小擦傷道而已 對對對 所以這個是也是蠻常容易發生的一個狀況 這個我覺得你如果 沒有發生這樣的狀況 我覺得還不錯 這後車廂蓋不知道是有沒有轉過螺絲 哇 你這個是磚孔的喔 唯一 對 捨得就這樣給它鑽下去 不是我鑽的 那時候前車主就鑽下去了 有啦 你看這螺絲有轉過 有沒有看到 這應該調整而已 因為我看到它膠還是硬 有不可能這要防鏽一下 有鏽 看到沒有 本田魂啦 有沒有 旁邊還接一個小標籤 還蠻酷的 這邊的漆為什麼顏色不一樣 有一個落差喔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 可能我 因為你看那邊也是 也是一樣有一個交界的那個點 有可能是它整個整理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 這邊有沒有鏽 我好像 有點忘記了 那邊鏽是最主要的 它應該是有整個後面有整理過 就是你 你做這一次 修補的時候 就是我第二次去做修 天氣噴到這裡啦 對 看太明顯了 哈哈哈哈哈 這個很像什麼你知道嗎 衣服脫下來 有穿袖子有沒有 對 裡面比較白 然後這邊比較黑 然後這個交界就有一點那種感覺 欸好啦 那我們來去試一下 這個試開一下 看看你這個車開起來 是不是如同外表看起來這麼棒 好 OK Let's go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來了來了來了 有沒有覺得很熟悉的場景 有 都在影片影片看到的路 現在我坐在旁邊 我要這個管子有魂厚哦 平常我都關掉的 要有閥門是不是 對對對 那很好 對我這個非常的鼓勵一定要發門 可是有時候回到家 晚上也是怕吵很久 哦再也只有跑6萬1耶 感覺整體這個內裝的氣氛 車廣我覺得還是不錯 啊這個是因為退色嗎 還是你自己黑化 那是我自己黑化的 所以它沒有退色 其實有點失敗啊 被我挖到一點 呵呵呵 這很難挖 這個從CRV8代 HIT 每一台都退色 我看得出來 你是處女座的啊 不是 還乾淨 弄得那麼整齊 還是你今天要來 才整理的 沒有沒有 就跟女生今天要準備 要帶女生回家一樣 先把房間整理乾淨 香水先噴 噴床跟被子 先灑點玫瑰花在床上面 差不多類似這種感覺 你是不是這樣 沒有沒有沒有 平常就這樣了 對平常就這樣 啊那真的還蠻整齊的 我比較喜歡 車子不要太髒的感覺 這樣開起來 自己會比較舒服一點 我蠻意外 這個避震器是沒改的耶 其實 我也這麼覺得 對這個避震器開起來 感覺很像有改的 對感覺有改過避震器 那個回饋的感覺 對 但是因為有一些拉桿 所以能感受到 它左右其實是連動 其實有一些拉桿 很多人不知道那個拉桿 到底是什麼 拉桿有時候就是那個 它為了要維持那個 左右的 平衡 平衡嘛 連動嘛 但其實我覺得 這有好有壞 那有時候我會想啊 人家好好的獨立懸吊 你把它弄成扭力量 對對對 你把它弄成脫翼壁 幹什麼 哈哈哈 因為把它拉起來了嘛 對 那就會什麼 減少舒適感 對啊 因為只要一邊震動 兩邊會一起連動 對 一般人家說 獨立懸吊 高級車啊 一種那種Lessus啊 很多做多連桿的那種獨立懸吊 它為了就是說 一個輪值去吸收就好 其它另外一邊 不會被影響到 對對對 它製造 創造那個舒適感出來 不過這個能感受到 在彎道上面 或者是在操控上面 我覺得會更加的舒服跟流利 這個過彎應該是可以非常有興趣 你覺得這台車省油嗎 我覺得算中規中矩吧 你有沒有 你大概都是在市區偏多 還是快速道路偏多 其實快速道路偏多 大概七層左右 市區的話差不多開三層左右 這邊大概顯示是10.6 對 因為其實它這個旅圈也有影響 啊 因為你換18吋 對 旅圈跟排氣管 對 再加上右腳比較健一點 呵呵呵 但平常也是都順順開啦 順順開居多 所以我覺得它油耗其實算還可以 可以啦 10.2我覺得算可以 不過其實還能還能更好 就是可能 我覺得它太痛苦了 太痛苦了 有些人在那邊 你乾脆有沒有計算那個嘛 氣溫嘛 氣溫如果超過25度就不要出門 不能出門 對因為熱脹冷縮嘛 對不對 因為你氣溫高 你出去又要冷氣又要開很強 嗯 汽油又壓力大 所以容易噴發 對 有些人為了省油嘛 氣溫太高的時候就不開了嘛 就騎車出門啦 然後有些人還甚至晚上才加油嘛 嗯 熱脹冷縮嘛 等那個汽油縮的時候再加 感覺可以加比較多 呵呵呵 我覺得那太累了吧 買一台車是就是想走就走 我覺得最棒就是這樣 很多人問我說 欸 小事哥你覺得我租車好還是買車好 我說是不一樣的東西 你雖然這樣算起來你覺得好像你的使用頻率好像租車比較划算 可是你要計算一個東西啊 說走就走這件事情 租車有時候未必能說走就走啊 半夜三點女朋友跟你說我家沒人 要衝過去了 對啊半夜三點你去哪裡租車 對不對 這樣注射要跑很久 對不對 結果你就忙有自己的車是半夜三點說 欸 女朋友傳訊息說我家沒人 OK 衝了 對不對 八二就去了 欸 真的沒人 哈哈哈哈 就按電鈴都不開 真的沒人 哈哈哈哈 啊 這個比較激動啊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為生活加分嘛 你自己有買一台自己的東西 我覺得還是很棒 你幾歲 24 我看好年輕喔 我靠 歲了就開戲沒酒太了 我24歲在幹嘛 開喜美八代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我講錯了 我是開喜美六代 對 我24歲是開喜美六代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24歲我在開喜美六代 K8 所以你看喜美真的是年輕人的好朋友 對 而且算 車子也算好癢 然後其實也沒什麼大問題 能負擔得了這種車 欸我認真說 它底盤的那個坑洞處理的還真不錯 我還以為會跳 其實不會 還是感受 其實認真感受 雖然它兩邊是拉在一起 然後有硬朗的感覺 然後這個底盤有那種比較好操控的感覺 操控感是增加的 對 但是我發現它在過人孔蓋啊 跟一些減速坡的時候 其實 上下的這個垂直彈跳 它還是可以很有效的 去吸收 把它吸收掉 其實沒有什麼車子會 跳 人會癲的感覺 所以你說這個沒有改 我覺得有可能 應該是真的沒改 你看過這個 好其實它下面吸收的不錯 嗯 但是呢我在轉彎的時候 又能夠感覺有很好的 路感 支撐的感覺 對 那這台車回來 你有沒有修過東西 換過耗材 其實也就是基本的 保養吧 大保養這樣子而已 其實也沒有壞過什麼東西 大保養是做的什麼內容 就是包含就是機油啊 變速箱油 煞車油 然後 還有皮帶吧 大概就是這幾個項目 但通常我都是提前換 都是提前把它換掉的 你都自己換 對 都自己換 好 那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這個 酒袋喜美 一些零件的價格 那我 因為車子有年份 已經8年車 快9年車了 所以我就列出一些這個 它是副廠的價格 然後它正常的價格是更貴的 所以我大概是1600塊 皮帶正常1000塊 怎麼那麼貴 皮帶不是應該是600、800 真的蠻貴的 真的蠻貴的 你在買的時候也有遇到的 對對對 那來令片就便宜了 來令片其實就大概500、600塊的東西 碟盤我覺得跟車種就比較沒有太大的關係 碟盤大概一對都是1500左右 你一般市面上能見度高的車 副廠的碟盤啊 甚至還帶化現的 了不起就是在1500左右 一對啦 一對 然後那個 寄電器啊 冷氣的寄電器是350塊 喔它的冷氣 對對對 它很會壞那個壓縮機 對那個relay 會壞 對 relay還有那個離合器 對 壓縮機的離合器大概是2000塊錢 水箱 大概是在2500 風扇 1500塊 引擎 驚嚇死人喔 前後左右都大概6000 2000到6000不等 嚇死人 欸吹一下 欸 你要不要關一下扒門 爬坡有一點 有點吃力了 有點吃力捏 小汁你把油門先放掉 好 好這樣 沒聲音了 18吋的圈 其實我覺得相對原廠就是16吋的來說 它的 因為它本來貼地的面積就比較大嘛 所以相對來講我覺得在過彎或者是在開的時候 那個路感跟貼地那種感覺都會比較好一點 自然進氣就是棒 鬆油門再加油門它的變速箱銜接的也蠻好的 你這台車車況不錯 開起來 我覺得整體引擎跟變速箱 還有你的底盤 那基本上我覺得這台車 我在這個彎道當中的鬆開油門 再補油門的這個變速箱的銜接 它也狀況很好 那其實我常常會做這個測試 有些車子它如果里程開比較高 變速箱的狀況沒那麼好 它最常最容易發現就是在油門鬆的再補油門 馬上會有一個間隙感就出現 就那個頓挫的感覺 對它那個可能是那個齒輪盤啊 或是離合器啊 銜接有問題你就會覺得會有一個衝撞感 沒有很順暢的一個頓挫感 到剛剛我試了兩三次喔 油門鬆開馬上再補 它的銜接超棒 完全沒有任何的碰撞的感覺 你這台車照顧得真的不錯 當然很多人改裝啦 那改裝我覺得很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協調性 所以我覺得你這台車 你有把它照顧跟改裝到一個非常協調的狀況 就是包括我剛剛講符合人性的使用 第二個就是說 你的這個舒適度跟你的操控感之間 我覺得你有達到一個還滿完美的平衡 我自己開起來的感覺是這樣 包含我握到的從我握到的方向盤 所有這個開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這台車你把它弄得很均衡 變成一台非常人性化的車子 就是它不會太過度的死硬 但是其實它該要有它過彎的支撐的感覺 有利性都有啊 操控性都很棒啊 而且這方向盤握起來真的好舒服 唯一一個可能我覺得就是那個啦 椅子不夠包子 然後兩張Type R的椅子 然後撞去 然後你說乾脆買一台Type R 而且我覺得你的車高度也滿剛好的 有時候車低到會造成困擾也是滿麻煩的一件事 對 要躲東躲西的 不是啊 你換了一台那麼大的 為什麼沒有螢幕只有小螢幕 因為它這個應該說它是原廠主機 它線就沒有過來到音響 它只有到它原本那個小螢幕上 所以你就沒有接了 因為如果說要再多一個 這裡有一個畫面就要再多加一個鏡頭 你媽媽坐你的車會不會抱怨 會 抱怨什麼 他說你這車怎麼這麼硬啊 有改避震嗎 不會啊 這坐起來也沒有特別不舒服 我覺得感受得出硬朗啦 說實在的 會聽到啵啵的聲音 但是體感是不會不舒服 因為我們家有另外一台車是HRV 新的 他就說為什麼跟我爸的車坐起來差 那當然不一樣 不一樣的那個 HRV那麼軟 對 一定是更舒服的 那還會抱怨什麼嗎 其實他應該都還好 其實還好 他說其實反而我的車子還比較 不容易讓他暈車 對嘛 你要解釋給他聽 算你閒歸閒啊 對你要解釋給他聽 這是相對的 你要舒服的話就是柔軟 柔軟就是會暈車 就是會暈車 對 那你這個車開到現在 你對他有覺得他有什麼缺點嗎 還是媽的你有開濾鏡 其實就 粉田粉零缺點 我想這麼說 但很難啦 就是我覺得他的隔音吧 你覺得隔音 再來就是動力 有時候真的稍微有點不太夠 其實那本來就是在預設的心理 其實買的時候就知道了 對買的時候就知道了 你買的時候就有新宇窗了嗎 對 那你如果這個拆掉風切聲就變小了 對 你不覺得很多聲音空間 只是就那個殘焦 我要想辦法把它除掉 會有點醜 我是覺得新宇窗拆掉應該聲音就會 燒很多 對會燒很多 難怪我剛剛覺得 開的時候覺得你這個車其實 隔音必想像中好一點 原來是你自己有搞一些自證店 對啊 這很奇怪喔 很多買CRV買西美都要做隔音 原廠不給我們的 我們自己來 對啊 我看CRV很多在做隔音 但是很神奇喔 我有發現到 反而去買什麼Artist 或者是Ruffle的 不太會去做隔音 他們覺得就這樣子嗎 對對對 你怎麼跟我想的一樣 對對對 因為買那個車的人 其實對這個東西沒那麼要求 對 其實我發現這個是 品牌跟品牌之間的客群不太一樣 我覺得買TOYOTA的人 他就是只是要很單純的 一個很經濟划算的一個 代步工具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個是 品牌之間的客群不太一樣 好那另外啊 最後我們再接下來說 就是你這台車你買回來 那些人你覺得你最喜歡它的地方去買 最喜歡它的地方 其實我當初會覺得這車子 真的很漂亮 最常是因為它的內裝 它的內裝就是包含這個 雙層的儀表 然後還有就是 算是駕駛傾向一點的 這個中控台 對 會讓我覺得感覺有點像那種 戰鬥座艙那種幹 對對對 還有嗎 還喜歡它什麼地方嗎 其實在就是外型吧 外型我覺得就是 它原車就是有自己加裝那個 原廠配的那個空力套 其實我覺得就還滿好看的 外型 那常常在講本田魂啊 你喜歡本田的 所謂的本田魂 你是喜歡它的 算是它的一個精神理念嗎 算可能現在偏離很多了 就是它的造車的理念 可能當初在設想的時候 會覺得說 車子就要符合經濟使用 但是又不失操控樂趣 以這個理念去發想去造車的 然後就覺得 算是還滿職人精神的那種感覺 那為什麼沒有風田魂 人家不是常常在講嗎 這兩個社長有沒有 一個越來越不禁忌 然後一個越來越咳嗽 對對對 好現在是交換了是不是 兩個走不一樣的路 現在沒有本田魂 現在是風田魂 風田魂 沒有啊 到現在好像還沒聽到這個名詞 好像 本田魂這個名詞 沒聽過風田魂 好啦那你接下來 你還會想要對這台車做什麼事情 其實應該就是 一些周邊部件的強化吧 避震器啊 煞車啊 避震器煞車 對這個是協下 輪胎啦 輪胎先用啦 輪胎會用 輪胎爆了啦 對對對 我覺得改車真的是 一件還滿有趣的事情 拿孩子從小到大對車有興趣 其實很容易就看得出來 你看阿呆啊 或是你年輕人 其實對車有興趣就是會去做功課 然後把它改成自己喜歡的樣子 我覺得自己喜歡就好 不影響它的為原則好不好 我在這邊再宣導一下 好啦今天非常開心我們的燕成 它的名字我絕對不會忘 因為跟我堂弟一模一樣 很開心來跟我們分享它的喜美9.5代 那剛剛幫大家看一下 買了也沒被騙 那喜歡我們這個一系列的會員推車的影片 也請留言讓我們知道 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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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 漂亮 值得 所以我說這個買車不一定要跟小獅買 我們在網路上分享一些觀念 帶著那個觀念去 再加上自己對這個理性去小小研究 其實我覺得你這個車買的 蠻滑的 而且其實當初我爸有幫我看車 你爸也會看 我爸是之前在做中古車的 靠腰啊 中古車第二代 你腦絲欸 他現在已經沒有做了 我差點廠子被砸了 他媽的隱身這麼兆 你爸幾歲 幾年次你知道嗎 66 67 跟我一樣啊 把他一個做我兒子的來 我婚姻 我整個都老了 跟我童年現在已經退休了 他現在是在做他其他的事業 因為他說 中古車的市場真的 也蠻競爭的 很競爭 他之前他又 因為他從樹林走了之後 他就轉去台南賣 他原本以為可能不會像這樣 台北一樣 就這麼一板一眼那種感覺 可是相對來講 台南好像 消費能力就沒有台北來的 而且還有一個 他們比較有人情味 基本上 如果有買過覺得不錯 他們就會一直在同學買 所以你外地的人要進去 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有些市場它是比較 封閉一點 這也有個好處 只要你是好好的做生意 其實你都可以過生活 因為會有鄉親來跟你買 其實我覺得這個也可以跟你爸爸分享 因為中古車這種東西 因為資訊也越發達 所以說 有沒有 我們有沒有跟上透明化的潮流很重要 對啊 那我是運氣還不錯 就是我們有跟上這一股 有跟到這一個 有有跟上這一股 就是透明化的潮流 那我們也 致力於說 讓這個行業啊 比較透明化 對 就比較少人會被騙 對啊 我覺得這樣就還不錯 因為其實我爸爸說 他有看過你的影片 他有在看 對他有看過你的影片 他說媽的這個人 搞亂市場 他一直沒有這樣跟我講 他說 他這個方向是好的啊 沒有啊 這個市場不是搞壞市場 這個是不得不這樣做 因為我今天如果我不這樣做的話 別人也會這樣做 嗯 因為遲早 這遲早的問題啊 現在各行各業 不管房子啊 或是建築裝潢 每個都超透明 對啊 一大堆人在拍 水電也有人在拍 所以其實會越來越透明 越來越難 討生活啊 嗯 那主要是你如果還想要靠一些灰色地帶賺錢 現在根本就賺不到 那個 以下就爛掉了 請而走線了 以下就爛掉了